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 之前答应了好久给你们拍一下我们这个车的一个内部构造 以及我们这三个月使用房车下来的一些心得 说了好久没给大家拍 刚好今天有空来给大家拍一下 我们这个车子的话 因为跟大部分的房车它的内部结构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因而异 我们选择这一款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比较舒服一些 比较适合我们 走我们给你们看看里面 我们这个车子的话 它是一个后进门的 后进门一进来的话 厨房是在右手边 后边 这里是一个洗手的一个台盆 然后这边是一个电磁炉 下面的话就是一些柜子 大概就是放着一些油盐浆醋 一些厨余厨房用品 一些厨房用品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排柜子 放了一些锅什么之类的 左边的话在下面是一个鞋柜 然后这边也是一排小柜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进门 门对面是一个洗手间 我们这个洗手间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蛮宽敞的 因为我们平时洗澡啊什么的 总体来说是转的开身 很舒服 然后下面这个马桶是一个可以旋转的 可以旋转的马桶 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抽拉式的 这就是厕所 空间还算大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排 上面是一个衣柜 这里是一个冰箱 衣柜的话不是很大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就是这样子 里面都是我的一些衣服 就这样子 有一个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在下面是一个冰箱 上面是一个冷冻 下面是一个 开不了 上面是一个冷藏 里面有点暖 东西太多了 这上面的话都是一冰箱的肉 我们是肉食动物 然后看左边 左边的话这边上面也是都是储物空间 这边我放了一些书 然后下面是我的一些护肤瓶 因为下面这样放整齐的话 矮的放在外面 它是就不会掉下来了 所以这样开车的话 你无论怎么放都不会掉下来 然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来了 你可以看得见的话 我们这个下面全都是一个 一个客厅 正常的它一个正常的大部分人使用的房车 它是后边这边是一个横床或者是纵床 然后它这边只有一个小沙发 而我们的话全部都是沙发 这边是两卡座 然后这边是一个长沙发 这个沙发的好处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很大 你可以在里面活动空间很多 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在这边办公 另外一个人可以在这边睡个午觉 午休一下 但是它这个床的话 但是它这个下面也可以拉出来的 然后把这几个靠垫拿出来拼在这里 它也是一张床 前段时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那边海拔5000 我们睡上面特别难受 所以我们就睡下面会舒服一点点 当然因为我们是选择了大客厅嘛 我们就牺牲了床的空间 本身如果是一个后置床的话 它会睡得更加舒服一些 但是我们牺牲掉了床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床 就是我们的额头床 我们这个额头床的话 它也是 是一个1米5乘以2米的 它虽然看上去不是很高 但是睡起来并没有什么压抑感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睡眠质量超好的 晚上困的时候就上床睡觉 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就下床来 所以不会存在有什么不舒服啊什么的 顶多前两天试一下就好了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样的布局呢 因为我们喜欢有更大的空间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算长时间在外面玩 长时间在外面玩的话 如果你的客厅空间活动空间太小的话 你会不开心 整个人会抑郁 所以我们就牺牲掉了我们的床 但是呢 它的好处就是你也看到了 的确空间很大 特别舒服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驾驶室了 我们是一个伊威克的底盘 3.0T的 所以这个驾驶室就跟大部分的 伊威克的车子是差不多的 那这是一个方向盘 中控 然后副驾驶就非常普通了 这里是一个电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因为我们买过来之后就没有推上去过 水上面嘛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控制面板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电压电量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进水箱 就是水 我现在水是满的 没有水的话是在这边 然后这是一个污水箱 它不是上厕所的水 上厕所的话它另外有一个桶在厕所下面 就是平时洗手啊洗脸这些生活用水 那如果它满了的话就是在这边 箭头会直向这边 满了我们就需要去排掉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的厨房下面的话 这边这边是一个暖风机 这个就是如果冬天太冷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开起来取暖 这个是电热水器 洗澡的时候把这个打开 水它自然就会热起来 不用的时候关掉 可以省点电嘛 然后这边就是各种灯光啊 厕所啊电视啊水泵啊 这些要全部打开之后 你的灯才可以 用了一个就开了个 然后就是一个我们的 关于我们的电的问题 在这里一个库仑记上面显示的 我们现在是90%的电 我们是改装过的电 500的太阳冷 1000的锂电 所以我们如果电池充满的情况下 是可以储存10度电的 这个之前在我们关于电的介绍里面有说过 所以我们关于车子内部的这些东西就是大家能看到的这些 我们这个车子最舒服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客厅活动空间太大 但是正因为把所有的空间都给到了客厅 所以我们的储物空间就非常小 我们下面只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放了一个行李箱 一个高压锅 一个桶 一个煤气灶 其他就什么都放不下了 这一点就是挺困扰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东西就尽量轻装出行 如果这个行李仓再大一点 我们这个车子就完美了 现在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车子的外观 以及我们那个小的可怜的行李箱 走了 把门关上 我们这里它是一个户外淋浴头 所以里面有个花洒 在户外洗澡可以拿出来 我们就不打开了 这里是可以住水口 可以加水的 比如说我们水没有了 从这里加进去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行李仓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空间都在这里了 看到没有 行李箱 一个桶 一个高压锅 一个煤气桶 加上一个煤气灶 就没有了 其他的也放不下 还放了两把椅子 就这些了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放东西 唯一的储物厂 看一下 哦 这里有个遮阳房 对呀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个车子的一些内部构造 以及我个人使用房车的一些感受 祝福 那么 你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